天外天银法族书画班3月15号开课 因为老师教学浅显易懂 学习内容也十分生活化 所以就算完全没有画过 也可以跟着老师画香蕉树 庭圆石 而所有学员经过三个月的学习 都能结合上课所学 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水墨画 2016年银法族书画班3月15号 在光芯活动中心正式开课 人气很旺的赵美艳老师 准备了丰富的教学内容 要和阿公阿嬷结缘 学员除了可以学到 如何画香蕉树 庭圆石 今年是猴年 还可以学到如何来画猴 那我们以猴子的 他一些周边的一些背景 包括香蕉树 香蕉 还有石头 那会把这个猴子的一些摆像 然后活灵活现的让学员们 可以用比较简单的笔触 那把今年的猴子的灵动生巧 可以呈现在我们的水墨画的课程里面 有些银法长辈是第一次参加 对于能够参与书画课程是跃跃欲试 另外也有参与多次的长者 对于书画课程是很满意 还拉了兄弟姐妹一起来学习 有来学过了 就是觉得很好 用这个节目让很多那个银法的 有很多多的一些兴趣 还有一些消磨时间都好 天外天超人系银法族书画班 老师赵美燕耐心讲解 也会针对不同程度的学员 因材施教 阿公阿嬷透过书画 不但能依情养性也能让生活更加充实 记者方建凯带华三重采访报导